拆解的话,我们刚刚是选一个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这样的范围选取之后 再来做剖析的话 等于是 如果说你选取之后就不用再跑一个回圈 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范围选取 但是特别注意就是说你在录制的时候一定也是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 录制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就是 比如说我这边把旧的盖掉 OK 录制的时候特别注意,游标一样 先放在外面 然后点这边一下,按Ctrl Shift 向下 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选取 整个就是做剖析 那剖析的话,这边的话就是 再来就是资料 再来就是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然后分割幅按下一步 用这个下一步 然后最后 这个地方目标的话 选这个J2 然后按完成 那他会把什么呢 把这三个切完之后放在这三档按确定 OK 那放过来的话是 年 月 日的顺序 那我们可以做颠倒 最后的话呢,再把游标点旁边一下 完成录制巨节的动作就把它停止掉 停止掉之后的话你可以做一个修改 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就差在这一行 就是他会有一个什么向下的那个动作 Ctrl Shift的向下 整个整栏的资料选取 那最后又多一个就点选那个M4 就是那个最后游标移开那个动作 那在这个地方可有可无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改写 把这个改写成如果是月的话 日的话,拆写月的话 实际上前面都一样 只有在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改二或改一 改一的话是数字 改二的话是文字输出 那这边的话就是 大概有几个地方会更改 就是拿这个目标追二 然后这个地方会更改 其他都没改 那日的部分是K2 然后这个地方更改 改为一 那年的部分是L2 那这个地方更改 它还有几个参数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把它做成按钮之后的话